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达佩斯总统府 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建交以来 中兄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实现了从跨越大陆的朋友 友好合作伙伴 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持续深入发展 当前 中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今年是中兄建交75周年 中方愿同兄方一道 更续传统友谊 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互利合作 引领中兄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 过去75年里 中兄关系保持平稳发展 双方要总结宝贵经验 指明未来之路 一是坚持平等相待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把前途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兄世代友好 既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二是坚持互信互助 始终相互理解 并坚定支持 维护彼此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三是坚持合作共赢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 拓展各领域合作 推动各自发展战略对接 四是坚持公平正义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这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 中方欢迎匈牙利朋友 搭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快车 愿同匈方继续深化政治互信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同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 更紧密对接 深挖务实合作潜力 持续扩大各领域交流 中方愿同匈方 继续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正确方向 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希望匈方 以今年下半年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 推动中欧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树游克表示 今年是胸中建交75周年 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的精神 发展双边关系 2017年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边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感谢习近平主席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使匈方从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等合作中 受益肥浅 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主张加强国际对话合作 这对于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 防止阵营对抗至关重要 凶方高度赞赏 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是匈牙利既定方针 凶方期待同中方密切交往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凶赛铁路等重点合作项目 更多造福人民 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历史性访问 必将把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至新的更高水平 中方在绿色转型 清洁能源等方面 拥有先进技术和经验 凶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来匈牙利投资合作 希望双方继续合作办好 凶中双语学校和孔子学院 加强两国文化语言交流合作 蔡奇 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双orum军 双方 双方